原靖安令核之症 原靖安司司成李璧 李璧婢女谭琪 此三人一为重要从犯定为逆罪 见面令若有违抗就地不杀 李璧婢女谭琪 李璧婢女谭琪 有她在白鬼让路 李璧婢女谭琪 你靠着我他在心里 麻烦一点 这兵马上就会来了 照顾好小鬼 走吧 我只留一条安道 周子周去哪儿 明日大起 听你的 走吧 走 家 快点 走 快点 走 快点 走 圣人安全无虞 传圣人口运 临出已知 不欲百姓 不拗长叶 还请观当者 即刻归家修庆 慢得了一时 慢得了一时 脱了吧 热 将军 将军 医官 医官 药 表现成果 定会有人来救 即使成功写的 我俩有三十个儿子 三十个女儿 你带他们多好吗 我是谁 能做我子 即是荣耀 他们应该只能感恩 我父亲有消息了吗 人丢了 找 我东宫又为律三百人悉数调出 这是最后的机会 太子现在该做的事 即可昭告天下 即未等计 休要再提此事 圣人性命虽在 但被人劫持 即便放规 也不知是否答应了贼人什么条件 或许将来 为火大唐呢 出去 太子不趁此良机夺位 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大权旁落 落到那些不配支离大唐人的手中吗 太子以为此时 顾念圣人的性命是人孝 实则对天下人来说 太子一时心软 将是大不仁了 将是大不仁了 大唐礼正左右 大唐礼正左右都是西呀 四八 在 说甘守城待右销位 全城 查找圣人 是 让甘将权机灵点 这功夫 画在表面上就行了 切莫太过认真了 明白了 天明之事 圣人若还不能回宫 该当如何 老陈 找什么急呀 五周女流 得了龙袍也是圣人 这古往今来 能够一直屹立不倒的 唯有龙袍和龙椅呀 圣人失踪的消息 倘若让任何一个藩正节度知晓 恐怕就会有人点兵 赶着来长安试龙袍了 那些留后院 本就是个藩正 留在长安的眼睛 那些个家伙 个个都是窥死情报的好手 放几个时辰上课 等着天一亮 城门大开 这就难说了 一不小心 长安恐遭兵乱 你们谁使书读得多 能告诉我 历来王朝没有圣人 最多是几日啊 一日都没有 何时算是新日啊 西市开市古响起 便是长安新的一日 我都忘了 那是几时啊 四正 四正 愿生人 届时能归 否则 为避免黎民 遭兵乱荼毒 新地 届时也该 登基了 新黄 若是太子 必对右相大不利 但凭那几个老兵 就能坐下 接走圣人 如此的滔天大汗 这想来 幕后 定然有其他的主使 大家都看到了 灯楼起火前 提前离开花鹅楼的 就只有何之正和太子 真奇怪 是不是 应该仔细查一查 若真是有心谋逆 即便贵为太子 也罪不容恕啊 好主意 什么叫主意啊 太子敢冒失忆之罪 在花鹅楼大乱之前 莫名其妙地突然提早离席 此心可不悟 大家 都是看到的 摄若太子 有谋逆大罪 那我们 该上述拥戴何人为新军 今天圣人 当众保护勇王 父子情深 令我动容我 原来 圣人心中 真正嘉许的 是正位十六子啊 朕自二十五岁起 就有很多人想杀了 他们可不是什么平民老兵 能力比你们强得多 但朕自有天道相助 至今毫发无所 闭嘴 来 送我出去 本舅家用公车借客虚故 你无罪 死你死 直接死无品出生 以后他的死死死死死 剩下来仅是无品 这有个人 把一句话 你知道他不是颜太臣 早晚露响 到时候他怎么活着 他怎么活着 颜太臣呢 颜太臣呢 他确实不是 你骗我 我没骗你 你早就知道 他跟我一样 都是按照自己心理 规矩办事的 如果他觉得你对 也会帮你 你会让我的疼呢 我是不想让你的双手 穿了穿了百姓的鞋 大头 你还是想要邀我回去 邀功的张都尉 在长安 当不良帅是个脏伙 一般人撑不到三年 我一口气撑了九年 在我觉得撑不住的时候 我心里唯一惦念的 支撑我的就是第八团 那个屹立不倒的棋 是你举的棋 是你护的棋 棋手消归 我不退市因为你 你坏了我的事 还想骗我 我想让你活着 干干净净地活着 这算我能和你死的那一天 消归就没了 你动手吧 兄弟 是 听令 是 全城搜捕张小敬 由干系者先居候审 是 是 还有礼宾 是 是 是 两位爷爷年事已高 又受了伤 龙无君不若再由小王管带 小王愿为就父亲处理 万死不辞 还轮不到你 还是王这太子呢 你们若是真心忠于圣人 此时该查办的 难道不是太子吗 太子无辜 不 请勇王即刻回府休养 心许不宁实 千万莫要胡乱说话 以免将来会后悔 他提醒得对 人人皆心知肚明 生人失踪 太子便可继位 其力最高 那正所谓 力高者仪 太子威仪 何必如此 凡事 要有个度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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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开门 把他偷到后边去 那是波老师 别了他 热 那街路口还是报了些 方口一个就会有大股兵来 闻声 接到中书令 朝中巨变 太子有谋逆嫌疑 静安司负责捉拿 与贼人张晓静相干人等 名单如下 原静安令何之正 原静安司司成李毕 李毕婢女 谭琪 此三人 一为重要从犯 定为逆罪 见面利谱 若勇违抗 就地不杀 而来 走 走 走 城东是你的地盘 张都尉 皇帝老人和我那儿跑 谁给你的图 只要舍得出钱 我能拿到的 比你们官府的还准 顺着最近的出口 再凭港方 居此只有一条方道 以他的体力 没别的选择 凭港方 不给我这个文路 给你的商人托了点时间吗 要听实话吗 你不是要带着他 离开长安 让全天下的人指向他吗 现在还敢吗 皇帝除了皇宫 狗屁都不是 我们很多人想要他死 怕是在我们手上 哥哥女人 分头找 回更快 将你我二人的护军 即可交由太子管带 以太子的名义 应救圣人 如此 便可洗脱太子的罪名 龙武军是圣人亲军 除了圣人和我 任何人都不能调配 这是大唐军令 为了圣人江山爱完 那就先听郭将军的吧 来啊 恭请太子 老小子你给我下头 你 是不肯一同营救圣人 还是怕得罪林九郎啊 太子 太子 见过郭叔叔 陈叔叔 恭请太子 致兴庆宫主事 站住 把车停下 什么人哪 走通车 来个老婆死的啊 不要命的混该 混账 不认识我吗 退后 你小子的运气来了 让我上车 把链撂开 你们呀 今天是遇到贵人了 上来 来 你敢打我 打你怎么了老头 没瞧见我灯笼上写的吗 正六品 正六品哪 买的 买的不是你还如此倡口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有钱就有事 从藩镇到长安 只要是有本事的人 什么都能买到 这你都不知道 咕噜寡闻哪 我不怪你 你管小 你鬼里边你看不清楚 你干什么 都说这长安城里的人物多 就连你这老奴才 都敢消遣不 听我说 今天 如果你住我 我必重重伤我 杀你杀我 说了 听听 你现在马上去找郭律师 派人去辛勤控 打听他的下落 记住 只能把我交给郭律师 对于任何人 都不能说我的行踪 不能告诉他们我在车里 否则